大碗烈传三 二师将军的军队已经过了西部的沿泽 所路过的小国都害怕 各自坚守城堡 不肯供给汉军食物 汉军攻城又攻不下来 攻下来才能得到食物 攻不下来几天内就得离开那里 带到汉军到达豫城 战士跟上来的不过数千人 都饥饿疲劳 他们攻打豫城 豫城大败他们 汉军被杀上的人很多 二师将军与李多、赵世成等商量 说 哎 二位将军 如今到达豫城尚且不能跟下来 更何况到达其国王的都城呢 于是 就率领兵退回 往来要经过两年 带他们退到东皇室 所剩士兵不过十分之一二 他们派使者向天子报告说 道路遥远 经常缺乏食物 而且士族不怕打仗 只是忧虑挨饿 人少不足以供取大腕 希望暂时收兵 将来多派军队再前往讨伐 天子听后大怒 就派使者把他们阻止在玉门关 说军队中有敢进入玉门关的 就杀头 二师将军害怕 于是就留在敦煌 太初二年夏天 汉朝在匈奴损失了 卓野侯的军队两万多人 公卿和义士的官员 都希望停止 攻打大腕的军事行动 集中力量攻打匈奴 天子已经讨伐大腕 大腕是小国 却没能更下 那么大夏邓国 就会轻视汉朝 而大腕的两马 也绝不会弄来 乌孙和轮台 就会轻易地 给汉朝使者增添麻烦 被外国所耻笑 于是就惩治了 说讨伐大腕 尤为不利的邓光等 并赦免囚徒 和勇敢地犯了罪的士族 增派品行恶劣的少年和鞭地骑兵 一年多的时间里 就有五六万士兵从敦煌出发 这还不包括那些自带衣食 随军参战的人 这些士兵携带着十万头牛 三万多匹马 还有无数的驴 骆驼等 他们还带了很多粮食 各种兵器都很齐备 当时全国骚动 相传奉命征伐大腕的校尉 共有五十余人 大腕王城没有水井 都要汲取城外流进城内的流水 汉朝军队就派遣水攻 改变城中的水道 使城内无水可用 汉朝还宗派了十八万甲兵 束手在九泉张叶以北 并设置居盐 修徒两县以护卫九泉 汉朝还调发全国七种犯罪之人 载运干粮更用二十将军 转运物资的人员络绎不绝 直到敦煌 有人命两位熟悉马匹的人 做直驱校尉 准备攻破大腕后 选取他的两马 于是二十将军后来又一次出征 所率士兵很多 所到小国没有不迎接的 都拿出食物 更应汉朝军队 他们到达轮头国 轮头国不肯投降 攻打了几天血洗全国 由轮头国往西去 平安地到达王城 汉军到达的有三万人 大腕军迎击汉军 汉军射箭打败了大腕军队 大腕军退入城征 依靠城墙防卫 二十将军的大兵要攻打玉城 害怕滞留不尽 而让大腕越发做出诡诈之事 于是就先攻打大腕城 断绝他的水源 改变水道 则大腕已深感忧愁 困危 汉军包围大腕城 攻打四十多天 外城被破坏 俘虏了大腕贵人中的 勇将兼迷 大腕人非常恐惧 都跑进城中 大腕高级贵员们 相互商议说 汉朝所以攻打大腕 是因为大腕王物寡 他藏匿两马 而又杀害了汉朝使者的缘故 如今要是杀死腕王物寡 而献出两马 汉朝军队大概会解围而去 若是不解围而去 再拼力战斗而死也不晚 大腕高官们都认为此话正确 便共同杀死腕王物寡 派遣贵人拿着物寡的人头 去见二十将军 与他相约道 尊贵的将军大人 只要汉军不要攻打我们 我们便把两马全部交出 任你们挑选 并更应汉军饮食 如果你们不接受我们的要求 我们就把两马全部杀死 而康居的援兵也将到来 如果他们的军队赶荡了 我们的军队在城里 康居的军队在城外 腾汉兵作战 希望汉军仔细考虑 何去何层啊 这时康居的侦察兵 在窥视汉军的情况 因为汉军还强大 不敢进攻 二十将军李广丽和赵世成 李多等商议道 列位 听说大满城里最近找来个汉军 这人熟悉打井技术 而且城增粮食还挺多 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要杀害罪魁祸首物寡 既然物寡的人头已经到手 却又不答应人家的解围撤兵的要求 那么他们就会坚决固守 而康居的军队 亏使汉军疲惫时 再来救助大满 那时必定会打败汉军啊 军官们都认为说得对 便答应了大满的要求 大满才献出他们的粮马 让汉军自己选择 而且拿出许多粮食供给汉军 汉军选取了他们的几十匹粮马 集中等以下的公马与母马三千多匹 又立了大满贵人中的 从前对汉朝使者很好的 名叫妹菜的为大满王 同他们定立盟约而撤兵 汉军始终没有进入大满城内 就撤军回到汉朝 最初二师将军从东黄以西启程 以为人多 所经过的国家无力供给粮食 就把军队分成几支 从南和北两路前进 校尾王申生 袁红卢 胡称国等率领一千余人 曾另外一条路到达豫城 豫城人坚持守城 不肯向汉军共用粮食 死了王申生等 军队被摧残 只有几个人逃脱 跑回二师将军那里 二师将军命令 搜利都尉上官杰 前去攻打豫城 豫城王逃到康居 上官杰追到康居 康居听说汉朝已攻下大碗 就把豫城王献给了上官杰 上官杰就命令四个骑兵 捆腹豫城王 并解压到二师将军那里 四个骑兵互相商议说 我说 这豫城王是汉朝所恨的人 如今若是活着送去 突然发生意外 那可就是大事呀 想杀了他 有没有人敢先动手 上规人骑士赵帝 年龄最小 拔出宝剑坎去 杀了豫城王 带上他的人头 赵帝和上官杰 都追上了二师将军李广丽 最初二师将军后一次出兵 天子派使者告诉乌孙 要求他们多派兵与汉军联合攻打大碗 乌孙出动两千级兵前往大碗 但却采取奇强态度 观望不前 二师将军 二师将军胜利东归 所路过的各小国听说大碗已被打败 都派他们的子弟随从汉军前往汉朝进攻 拜见天子 顺便留在汉朝做人质 二师将军攻打大碗 军政赵士成奋力战斗 功劳最大 上官杰勇敢地率兵深入 礼多能够出谋划策 使军队回到玉门关的有一万多人 军马一千多匹 二师将军后一次出兵 军队并非缺乏食物 战死者也不能算多 而他手下将领们贪污 大多不爱始族 亲夺良想 因此死人很多 天子因为他们远行万里讨伐大碗 不计他们的国师 而奉李广丽为海西侯 又奉亲手杀死玉城王的骑士赵帝 为新智侯 军政赵士成为光禄大夫 上官杰为少府 礼多为上党太守 军官中被升为九卿的有三人 升任诸侯国相的 军守两千代一级官员的 共有一百多人 身为千代一级以下的官员 有一千多人 自愿参军者所得到的军职 超过了他们的愿望 因被罚罪而参军的人 都免罪而不及功劳 对士族的赏赐 价值四万金 两次讨伐大碗 总共四年时间 才得以结束军事行动 汉朝讨伐大碗以后 立魅菜为大碗王之后 就撤离了 过了一年多 大碗的高级官员认为 魅菜善于阿语 使大碗遭到杀戮 于是他们相互谋划杀了魅菜 李物寡的兄弟 名叫禅风的当了大碗国王 而派遣他的儿子 到了汉朝做人质 汉朝也派使者 向大碗赠送礼物 嫁以安抚 后来汉朝派了十多匹使者 到大碗西边的一些国家 去寻求奇异之物 顺便小玉和考察 讨伐大碗的威武和功德 敦煌和九泉从此设置了都尉 一直到西边的盐水 路上往往设置亭章 而轮头有屯田士族几百人 于是汉朝在那儿设置了十者 以保护田地积聚粮食 供给出使外国的十者们 太史公说 宇本红河发源于昆仑 昆仑高达两千五百余里 使日月相互隐蔽 而各自发出光明之处 那昆仑之上有李泉和瑶尺 现在 曾仗前出使大厦之后 最终找到了黄河的源头 从哪儿能看到 于本纪所说的昆仑山呢 所以谈到九州山川 尚书所说的是 最接近实际情况的 至于 想于本纪和山海经理 所记载的怪物 我就不敢说了 你不关心 我还是不关心 对 你不关心 不关心 还是未让 如果什么 走 你不关心 你不关心 我 你不关心